全世界为了生产 开发自然资源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形成地球暖化效应 而地球暖化也带来了极端的气候变化 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 所当其冲的受害者 往往是许多与大自然为伍的原住民族 最直接的自然灾害就是八八风灾 那为什么它会形成这种自然灾害 跟变先没有关系吗 跟碳排放没有关系吗 跟世界让这个地球的那种 所谓的卵氏效应没有关系吗 那这样的伤害呢 受到最严重当然是山区 山区里面不只是人员的伤害 包括土地的 包括整个生态的都伤害到了 因此全世界为了要减少碳排 造成连锁反应带来的生态浩劫 各个国家都会拟定相关政策 不论是购买碳权还是鼓励造林 这些政策也多与原住民族生活的棲地 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在这些政策底下 原住民族的权益 仍是受到忽视的一环 为此原住民族气候变迁联盟 就在台中召开论坛 希望唤起更多人的重视 但是这次那个气候变迁的修法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以为它是一个环境的法案 可是从国际的经验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跟人民生活的法案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它并没有去保障到这个脆弱族群 包括原住民族 包括我们对于气候变迁的调试 气候变迁的议题在世界上 原住民族是不可或缺的 这时候这个气候变迁应运法 它的规范在哪里 我们应该也拥有这个产生的探权 我们应该也拥有这个利益 论坛中请来各界专家学者 来探讨气候变迁 对原住民族带来的影响 以及政策面 希望汇聚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发声 进而多数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对原住民族的权益 有实质的保障 原是新闻弄 台中市财宝报导